扩動他吧 傳送你的熱情 今天最後一場比賽了 選手不只有男生 指尖女選手也是努力 拉著繩索 尖行望牽 因為他拖的小巴 也重達5.5噸 想當大力士要經過重重考驗 挑戰喔 我們最後的 起 選手們在大太陽底下 抬著比自己還大的輪胎 要往前行走 比賽誰最快走到終點 為了比賽 他們可是冒足全力 首先你要先把力量的 水準先拉高 然後再把 這種特殊器材 這種比較不好穩定的一些動作 要再把它練手 跟平常在健身房訓練不一樣 選手們競技項目 有翻輪胎 拖貨車外 還有拋60公斤的沙包 過3.5公尺的高橫槓 29號南投舉辦大力士比賽 部分男女老少 夠吸引150名選手 今年41歲 我今天特地來遲 也是給大家看說 41歲還是可以努力的運動 然後還可以預防抗老化的部分 其實在國外已經行之有年 但是在台灣還是非常小眾 如果你完全沒有訓練過的話 其實還是滿需要技巧性的 這個真的不輕鬆 所以平常大家一定要訓練 大力士們不只要挑戰自己極限 也要跟所有人PK 警察表現也讓在一旁的觀塞民眾大聲叫好 警示員劉康朱秋平一唱報道 中文字幕——YK